切实啊 那我是逗你的说谎逗你一下 我脾气不好吗 不是我是说 我说还好 我当时是说谎逗你一下 我意思是说你真实想法 就是你脾气非常好 我当时是跟他那说 你闭嘴 你才不是这样说的 不是我跟家里面说 我当时是说 挺好的还好 那我就想逗你一下 就是说谎逗你一下 不是 他说 他说嗯 他说你的脾气还挺 还挺挺好的 对挺好的 不是 你说还算可以 对我当时 他说我的脾气还算可以 我说我的脾气只算还可以吗 我是故意逗你一下 然后他就说 你脾气非常好 你少来 然后 然后他就说 那如果在北方女孩里面的话 你这个脾气就还算可以的 我说那你的意思是在南方 我这个脾气就不行了吗 然后他就说 他说那还行吗 我说我要的不是还行 我要的是你夸我 我这个人脾气实在太好了 我的女朋友的脾气天下第一好 全世界最好 然后他 那我不是说你前天要最美的吗 我说你 我不要最美 我要脾气最好 那我哪知道你要脾气最好 下次我就知道 那我是不是全世界脾气最好的女生 当然是啊 加拿门 你们说是不是 肯定是啊 你当时不是这样说的呀 我当时是说 他说 说谎 是故意逗你一下 他说 他说 我说 我说那我脾气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女生 他说 呵呵 他说 我不想说谎 不是 他就是这么说的 不是 我是 他真的就这么说 他说 全世界 我不想说谎 我是故意逗你的 我是故意逗你的 对不对 故意的想逗你开心一下 不是 想逗你 逗你一下 我平常 习惯逗你开心 你刚才又说你不想说谎 故意逗你一下 你摸着良心说 我是不是脾气特别好 摸 摸着说 我现在拿着手机没办法摸 那个手可以摸 我现在 我这个手撑着摸不了 你可以摸 摸不了 你摸着 把那个手伸出来摸着 我得撑在床上 你不用撑 你摸着良心说 下次再摸吗 我想下次再摸呀 我现在手手麻了摸不了 我是不是脾气最好的女生 是的 是的 你发誓 发誓 手呢 是是最好的女生 你摸着良心 我不信 别摸了 你为啥不摸 我把手麻了摸不了 下次再摸吧 太不珍愁了 家人吗 怕太不珍愁了 你就是不想承认呗 什么不想承认 确确实脾气还挺好的 有多好 就是挺挺好的 是你见过的女生你脾气最好的吗 是是是是 你要骗人怎么办 骗人王知道的血 还是王呀 不对呀 骗人王知道的血 你肯定见过 你肯定见过很多脾气很好的 女生 是不是 没有 在在好 哪有你好 你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就行了 你摸着良心说 我 我生手麻了 我说你在我心里面脾气是最好的 那实际呢 我脾气不是最好的吗 你管他实际不实际 你在我心里面就最好的 每个人想 看法 想法不同 嗯 然后 然后他 他今天我们两个还说了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大宝我很严重的去很严肃的跟你探讨两个问题 家人们 然后他说好的 他说我也有两个问题 我要很认真的跟你探讨 家人们我们没有在开玩笑 我就是说咱们两个现在不要嘻嘻哈哈 我发现你身上有问题了我要给你提出来 家人们你们觉得这样对吗 我觉得情侣之间要有这种很直接的沟通 家人们你们你们要呆着听啊这个挺有意思的我说了我都想笑啊 是吗 你自己说你听说家人们你们要呆着听啊你们是不是听到现在还觉得是挺正常的一段对话 接下去就非常正常的对话是吧 然后他就说那你先说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现在对你有两点不满我希望你可以改正 第一点是什么就是我给大宝说一件事情 总是要说三次他才会去做 我家人们你们说可不可气 可气 因为他总是这个样子 就是比如我交代他一件事情 这个不重要说第二个点 这个重要 我给他交代一件事情 他说好的 然后他就忘了 然后我说第二遍他又说好的 然后他又忘记了 然后说到第三遍 然后我要发脾气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那我就是忘了呀 我也不是不做 然后我就很生气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跟他说话很累 总是要说三遍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总是 我说什么他都会找借口 嗯我这不算说他坏话啊 因为我当上他的面说的 就是我一说 我说大宝我已经交代你做这个事情了 你为什么没有做 然后他就会找各种借口 他说第二点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你就说那我不是忙什么什么吗 我就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我们俩发生什么冲突的时候 他就喜欢给自己找借口 家人们你们觉得这样做对吗 我就是说我们两个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两个有一个口头的协议 就是以后如果我们两个产生矛盾 有任何事情的话 先道歉 先跟女生道歉 然后把事情道完歉之后 我们你笑什么 没有记住 先道歉 然后先把矛盾解决了 然后等两个人不生气了 再慢慢解决问题 家人们你们觉得堂堂这样说对不对 好 好咱们接下去说 对吧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没错 对吧你作为男孩子 你先要跟女朋友道歉 然后我们过了这个气头 再去说这件事情 你最主要的是跟我说一句 所以不要跟你争承 对啊就是不要跟女朋友降嘴啊 所以说所以我现在就只能说对 你是被迫的咯 不是不是 对对对你说的没错 这不是被迫 对对对是被迫的 不是不是被迫 你接下去说 好的好的 然后就是我跟他提出的这一点 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感情的嘛 所以我就约法三章 我就把这两条跟他讲了 我说我已经说了 然后我说你能不能做到 然后他说他能做到 嗯 然后接着我就说 那大宝你不是也有两点要求吗 和建议吗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说 你讲 你讲还是你讲 你讲了 你讲你讲 你讲了 要有始有终快点继续讲 不要总是我说话 你讲你讲 不要反驳我 你说 那我两点还用说吗 都不用说了 对不对 然后 我要说两点吗 都不用说了 他都已经提出那两点了 不要降嘴 我那两点还需要说吗 都不用说了 然后我就说 那你开始说吧 然后他说 听完你这两点 我这两点就不用说了 对 还需要说吗 都不用说了 大家懂吗 嗯 嗯 就是说完这两点 然后他 他就没有建议了 嗯 没没建议了 就说明他的那个建议 应该就是降嘴吧 家人们 你那两点是不是 本身是想降嘴的 嗯 有点这个意思 但我觉得不用说了 听完你的两点 我那两点 基本上没用了 基本上没用了 所以他就对我没有建议了 就没有建议了 听完那两点 我就没有建议了 嗯 对 对 就是今天我们两个 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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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后就是这个结果 对 对 嗯 嗯 没有 嗯 我不是的 我先 我是表面听他的 以后也会听他的 那你心里呢 心里也会听你的 真的吗 真的 我就是有时候确实有点忘了 那你能记得两个人生气的时候 你先道歉吗 嗯 情绪不上头的话 基本上 会的 那情绪上头 情绪上头的可能 嗯 一两分钟以内 是 不大行的 那肯定不行啊 情绪上头的时候 你这一条才是 至关重要啊 那情绪上头 能不能允许两分钟之内 先让我上头一下 两分钟嘛 慢慢改的 下次就改成一分钟好不好 家人们说行吗 行吗 情绪上头的时候 嗯 但我 我肯定会好好说的 他说 他说给他两分钟发脾气的时间 也不是发脾气 就是有点唠叨 虚刀 我怎么会对你凶呢 我哪有 都不会对你凶啊 但你总降嘴 那 降嘴不是 我是 有我的想法 对不对 我有时候交代他 我有时候交代他 干一个事情 然后他就忘了 他经常忘 家人们 我经常还跟你说 你也经常忘 你跟我说啥 我经常忘 我还经常跟你说 一些事情 你有时候也经常忘 但是我是跟你说三遍 你还忘 我跟你差不多也说个两三遍 你胡扯 你有证据吗 我有证据 那我是懒得跟你计较 你的意思是我这个人很计较咯 那也不是 也不是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然后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 就是 就是我跟他说 我老跟他说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忘记了 他就忘记了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就说 我说 我说你咋老是这个样子 我跟你说话说三遍 然后你都不做 就是考验我的耐心嘛 然后他就说 他说 那我记忆力不好 那能怪我吗 那我确实记忆力不好 他总是喜欢忘事 他说 那我记忆力不好 你能怪我吗 妈呀 面条烧糊了 我得去做面条了 你等一下 糊了就糊了 那我就说 他记忆力不好 他记忆力不好 难道是我的错吗 那记忆力不好 那不就是你的问题吗 那记忆力不好 也不是我的错啊 对不对 家长们 那记忆力不好 我能怪谁啊 那可是每次跟他说话 都要说三四遍呀 叔叔阿姨嘛 那我下次就提高点记忆力了 再补一补咯 多补补脑咯 我跟他说 让我拿 让他帮我拿个快递 我都要说四遍 你知道吗 那我下次我就 我就记下来好不好 有鼻炎会影响记忆力 对阿姨说的 对有鼻炎会影响记忆力 你这个鼻炎还影响记忆力了 家人们有这么一说吗 有有有 啊 不是啊 我面条真的要糊掉了 我得去去看看面条了 好吧 你不要 我要测了 好吧 人家让你多吃点猪脑 不是啊 什么意思啊 骂我 不是 骂我了 不是猪脑可以补脑子 我在眼里上骂我一样 家人们说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啊 我怎么感觉这句话像骂我一样 猪脑好像是补的 这不是明显明白的所有猪脑吗 你看人家都说吃猪脑补啊 怎么感觉像骂我似的 明天你多吃点猪脑 不对 我们家有那个那个脑黄金一号 明天开始吃吧 今天晚上就开始吃 这么快就 福林堂呢 这么快就吃上了 家里面有20盒 你快吃吧 那个是增加记忆力的 我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上 你快吃吧 不然的话你再过十年 我估计我跟你说十遍 你都不知道咋回事 哈 啥遍呢 十遍啊 哦 十遍 对啊 不行啦 黄金一号 今天晚上你就开始吃 你赶快晒吧 我走了 对 家里面有福林堂的产品 我们家都有 我今天晚上都让大宝开始吃 你想才二十多岁 记忆力就这么差 要让他吃一点 我觉得 那也无所谓的 也不是说年纪大了才要吃 对不对 我觉得大宝现在吃应该也可以的 从今天晚上我让他吃 我们家有二十盒 二十盒可以吃大半年了 是吧 太阳红说好 下次我给你们整点 我先让大宝吃上 他真的记忆力不好 不骗你们 他经常忘事 你知道吗 吃核桃太慢了 我直接给他吃那个黄金一号 他 他就是我交代他一个事情 真的 我一天要说三四次 对 他心思比较重 他不是事多 他心思比较重 就是我现在跟他说了 他说好 然后过半个小时他就忘了 鼻炎有影响记忆力 枝姐你说的是真的吗 还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啊 鼻炎真的影响吗 真的黄金一号效果好呀 那你们你们要吃完呢 下次我给你们上一点好不好 你们还需要吗 需要的给我扣个一 我们家还有二十盒呢 到时候我给你们上 我是没吃过 嗯 但是黄金一号确实是提高记忆力的 嗯 他不是慢性子 他真的忘记 家人们我不骗你 他自己都说他要不要去看一看 你们要的话 我明天吧 明天给你们上 黄金一号 就是说完 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忘了 而且啊 而且我跟你说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他只能一次思考一件事情 真的 他只能就是他开车就是开车不能聊天 或者他在看手机回短信 他就不能跟我说话 他很难同时干两件事情 所以他有时候 比如说他在看手机 然后我跟他交代一件事情 他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真的 他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记忆力有点差 嗯 所以我我我经常一件事情 都要跟他说三四次 我觉得也挺着急挺烦的 嗯 真的太阳红吃了之后晚上跳舞 现在还记得 可以那我必须来给他吃 你们还吃了什么好的 我都给大宝安排一下 对 虽然大宝的身体挺好的 但是他就是会有什么鼻炎啊 记忆力不好啊 焦虑啊 然后气虚啊 什么这些问题 我都给他补一补 嗯 嗯 对好多人这样阳后后遇症 真的假的鼻炎影响记忆啊 好吧 我今天晚上就给他安排上那个片片 黄金一号我今天晚上就给他安排 家人们那我下播咯 等一下大宝给我煮个面 然后我再吃点药 我就睡觉了 明天不发烧我们就把牙给拔了 嗯 然后没有台风我们就去深圳 好不好 嗯 家人们晚安了 早点休息哦 拜拜